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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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影坛风气很开放 但是难免会有人用陶色绿镜看它 而陈嘉玲本身也并没有什么大的背景 所以自这部电影之后 找陈嘉玲参演的正经电影 分给她的戏份就比较一般了 被边缘化 而陈嘉玲并不甘心 就此做个宴行 坚持了五年 不拍大尺度电影 在一些电影里做小配角 还从电影圈 一下子就掉到了电视圈 社交英雄传之男帝被盖 就是这时候拍摄的 这部电视剧之后 陈嘉玲再也坚持不住 直接退圈了 开始做生意谋生 这些年生意做得挺红火 靠自己成了亿万富翁 比当初拍戏挣得还多 这事 生活富裕 感情却是一片荒芜 陈嘉玲27岁那一年 接受了罗杰成的追求 以为对方是真心爱他 结果最后才发现 这个男人 让他成了破坏 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两人相爱七年 分手后没有一别两宽 而是对不公堂了 自罗杰成之后